原来我不是要神的印度出租车这么厉害 其他国家奔驰 当出租车说到出租车 从我们以前做过的小历到现在的吉达丰田 可以说我们国内的出租车品牌都是一些实用又便宜的 这些性价比出色的品牌扎根在中国交通多年 那么各位知道其他国家是用什么品牌的出租车吗 今天小编给大家聊一聊 先说说我们熟悉的印度 他们用的出租车是大使牌的汽车 这个品牌大家都不熟悉 因为这是印度出租车的专属品牌 最近上看过电影《我不是要神》里 大家应该会留意到路有远赴印度买了 在当地做的出租车正是大使牌的 别看这种车的外形里满般 其实在当地是非常实用的 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这种车是没有后视镜的 尤其是人流密集的街道 这种车也可以随着人流行驶 不会造成拥堵 造型奇特的它容量很大 在这开挂的国度 能装上个五六人都没问题 而且大使牌的造价非常便宜 一些印度人靠着一台大使牌 当出租车可以养活一家子人 另外印度的出租车起步价 换算成人民币不到两块钱 每公里也就是两三块左右 就算是坐上一整天都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这种车也跑不快 然后我们再看看德国 他们的出租车最厉害的就是奔驰一级的 不愧是才大起促的国家 在国内用这种几十万的车 当出租车算是寥寥无几了 但是这种现象在德国却随处可见 可能是因为没有进口税和运费之类的东西 奔驰在当地卖得特别便宜吧 奔驰出租车的车费当然不会便宜 在德国这种车起步价 都要三十元人民币了 一公里十五元的价格 大部分人都消费不起的 如果稀里无头坐上一趟 会不会面临破产 小编建议大家去德国旅游的话 千万不要坐出租车 因为这非常不划算 而日本的出租车我们就比较熟悉了 本来丰田皇冠在中国就已经是家喻户销的品牌了 虽然现在比较少 但是影响力还在 这款车当时也是货真价实的豪车 日本用这种车当出租车 跟上面说到的德国逐出一辙 不过日本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很有职业水准的 他们的司机穿得非常讲究 一般都是西装加白手套 专业程度是国内的出租车司机望尘莫及的 虽然服务的价格比较昂贵 不过体验非常棒